大家好,我們是Neverland 今天我們介紹 新入手的手槍系列 這把手槍呢 叫做Super Soaker 這是它的開箱前 然後它的包裝 很簡單就用塑膠包裝 然後這是 開箱後 這被 奇怪人的上了一點塗裝 它驅動方式呢 這把槍的驅動方式它是使用電動的 會聽到它的聲音 那這次還沒有修改過 那這是由四顆電池所驅動 那我可以 把它拆開來看它 四顆電池配置的位置 配置的方式 它拆的部件是由 這地方上面 跟這裡 合在一起的 我現在要介紹 這Super Soaker的內部構造 首先這邊是水箱 它這個水箱它是有 70毫升 70ml的一個水箱 它可以 可以拿起來 很可愛 它這部分就是 我們裝水的地方 入水口 它這地方是 調節水壓平衡的 然後再來它 這是吸水的吸管 這是扳機 它扳機這邊有一個 自動的裝置 它和這個蓋 蓋子上面 的地方 可以結合 當作卡榫 那我們讓它 使能通電的狀態 接下去的時候 就有聲音 就表示 知道說這個地方 就是它驅動 那 這是它們 這是它的馬達 那馬達是屬於前置的 那後面這個地方 就裝電池 那 水會從這邊吸上來之後 由自動的馬達 向前噴出 那 射程大約是 呃 4公尺左右 經過我們剛剛的測試 那內部介紹 就到此為止 那 這邊下列是我們的 社團的網址 那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 謝謝